人世间的这些问题 他说的可靠吗 因为您几十年不看电视 他完全不了解 什么是出家 什么是佛教 他对这个不了解 他如果了解的话 他就不会了 为什么在中国 列朝列代 政治领导人 包括国家元首 遇到疑难杂战 都跑到深山里头 去请教老和尚 所以老和尚 虽然没有名义 要用现在话 都是他们的义务顾问 为什么呢 你在动的地方 他在近的地方 你是当局 他是旁观 你有疑难 他看得很清楚 你向他请教 他就会知道你 他就会把你问题解决 高人啊 所以很多这些高人 都被拜为故事 就是这个道理 现在是什么呢 佛教是一无所知 不知道他们是在干什么 他们是有最高深的学问 最圆满最透彻的这个知识 事出世间法是一不是二 这什么叫世间法 什么叫出世间法 你带着由 妄想分别执着就叫世间法 你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 就叫出世间法 事出世间法当中没有界限 而且这些高僧大德 这些国师们 都是以爱 对 随顺 对 不错 随顺自己的本性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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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从前 寺院里面的藏金楼 那就是图书馆 不但只是有经典 这个世界 所有的书籍典籍 通通收藏 从前念书人到哪里 没有学校 又没有图书馆 都到寺庙 所以寺庙里面的藏金楼 提供他 所有一切需要参考的资料 什么都有 天文地理 包括兵法 通通都有 你有问题的时候 就问和尚 和尚不同 念到一定程序参加考试 考试在考试方面 你们常常提到的范仲淹 范仲淹就是在寺庙这样大的 所以从前寺庙是 真的是 它是个学术单位 它不是宗教 它是教育机构 那个和尚外面放下 他专心的一心一意 搞这个学问 所以它真的精通 靓边和尚外面放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